我們的這個國家 我們所有納稅人的血汗錢 需要做最理性 最妥善的運用 而一個理性的投資案 必須要具備各種的 各方面的 包括財務的 包括技術可行性 包括成本跟效益的合理評估 我們能夠才能把這個納稅人的金錢投進去嗎 我們今天在說的不是十幾二十萬 不是一兩百萬 而是五百億 八百億 一千億的金額 而且這個金額未來還會再更高 今天給大家看看 正方一直說 核電非常的便宜 可是呢 就在這裡 非常清楚的 109年 就是去年 台電的發電成本的審定決算裡面 核能根本就不是最便宜的 包括燃氣都比核能便宜 風力發電都比核能便宜啊 發電的成本是浮動的 核能有時候貴 有時候便宜 並不是像正方所說的 它是一路永遠都是最便宜啊 正方的說法 一點都不符合實際上的證據 一點都不科學 而且一點都不專業 那最後呢 在這邊跟大家請託 一個假裝專業 扭曲現實 用過期資料來欺騙人民 這樣的公投呢 我們不能夠同意 一個選址錯誤 蓋在斷層的正上方 死不認錯 還要繼續花八百億 一千億下去投資 這樣的核電廠 我們當然不能同意 工程做的哩哩啦啦 最晚蓋 但是問題最多 花了三千億 還是沒辦法發到一度電 試了七年都沒有辦法通過 原人會的試運轉的認證 這樣子一個失敗的投資案 要來繼續投資 我們不同意 你要載留子孫 要重啟前坑 我們當然不能夠同意